去年的今天 高雄市前市长这样过生日 但今年就在他63岁生日前 被93万市民罢免下台 好朋友高雄市议长许昆源 也在罢免投票当天亲生 让他悲痛不已 卸下市长职务后 几乎神隐消失了 直到生日前夕 韩国瑜透过更换脸书封面 上头写着 做对的事帮助弱小的人 有一颗正直的心 面对逆境都不要失去坚强的勇气 仿佛是对自己取下愿望 累积近十万人按赞 上万则留言祝福 根据清韩人士透露 今年韩国瑜应该不会过生日 可能会带清雨返回台北陪妈妈吃饭 虽然如此 民进党无望送上大礼 在韩国瑜生日这天宣布 正招他昔日败将陈其迈 投入高雄市长补选 不管说韩市长今天是当市长 或者是他今天的不同的工作或身份 甚至他以后也许有更好的发展 我都诚心地祝福我的朋友 过去韩国瑜陈其迈相征为高雄选战掀起热烈火花 两年过去人事已飞 陈其迈强烈回归高雄不炫 韩国瑜则选择在许昆源告别事后将回到云林沉甸 地方中心 他今天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 报道